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VR速递,我是你老朋友,宅老师 今天的视频咱们先给Quart2用户带来两个好消息 首先就是已经升级到V54测试版系统的Quart2 现在已经默认开启GPU Level 5的587MHz频率 在去年底更新V47时,Meta就已经让Quart2从最早的490MHz频率提升到525MHz 这一次终于是舍得释放SR2处理器的全部GPU性能了 毕竟Quart2发布资金也快两年半了 续航奔不奔什么的老用户其实已经感知不强了 另外就是这一个多月来,成批的老游戏宣布不再为Quart2一代提供后续的更新 所以Meta此举估计也是在为下半年Quart3发布之后做准备 尽早的让Quart2的性能在网上拉一拉 不仅仅是考虑到目前用户的实际游玩体验 也是能让游戏开发者在未来两代进行过游戏能够更平衡的解决性能适配 所以这里要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Quart3发布之后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 绝大部分游戏内容的实际体验上可能除了渲染分辨率的提升 图形画质方面还是会以Quart2为基准线 但一般来说单单只是渲染分辨率的提升 就足以带来非常大的视觉上感光飞跃了 不过现在V5制测试版解锁的全部GPU性能 不代表正式推出的时候也会延续 还是要看正式的更新公告 接着是第二个好消息 Quart3的游戏优化软件开发者表示 已经成功研究出了在不依靠电脑的情况下直接启动无线ADB的命令 会在下一次Quart3的游戏优化软件更新时把这个功能集成进去 也就是说假设Meta这次不默认释放全部的GPU性能 我们将来也可以随时随地的直接在Quart2里对GPU、CPU性能等级进行更改 当然也包括修改游戏游戏分辨率和帧率这些参数 一般来说Quart3的系统跟Quart2大概率保持一致的 考虑到Meta的作风肯定不可能会在发布初期就把XR2G2处理器的性能用满 借助Quart3的游戏优化软件我们就可以轻易地体验到满血XR2G2 而这个软件的Pico版本已经不会有了 虽然Pico此前给这个开发者寄出了一台Pico4 但直到现在Pico都不愿意开放对Pico机器的相关ADB命令调整 我不知道Pico针对这一点是在急用些什么 这种用户可选择性的拓展操作 适当的留个口子我不觉得有什么危害的地方 尤其是考虑到未来Pico5推出的时候 你要是不让Pico式用户手动提升渲染分辨率来明补硬件上的落后 怎么跟老用户交代啊 另外就是Quart3游戏优化软件最近添加了Quart3 Pro的局部调光开启 和自适应游戏刷新率的新功能 也同时内置了Quart3的性能监测插件 还在用老版本的朋友可以去更新一下 至于整合了无线ADB命令启动的版本会在下次更新时带来 这种推出了我会第一时间向大家带来体验报告的 然后咱们关注一下国场VR游戏工作室学巨人团队 他们近日正式宣布自己的下一个游戏作品 是一款多人的VR大逃杀吃鸡游戏 而且他们很快就会在UploadVR游戏展会 发布这款游戏的首款预告片 这个进度不知道敢不敢的上Quart3的首发 相信这也正是他们快5个月 没有对雇佣战士进行更新的主要原因 那同时开发两个游戏会对现在的雇佣战士产生什么影响吗 开发团队表示玩家们不用担心 他们仍然会致力于提供游戏内容的定期更新 并积极解决游戏里玩家遇到的bug 而大家期盼已久的1.0大更新即将到来 未来几周内会更新进展情况 将会给雇佣战士带来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功能和改进 也是非常为学巨人团队感到开心 命运好一款VR多人设计游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能在游戏上属巅峰活跃期 就能积极投入下一个VR游戏作品 足以证明团队本身有着长远的规划和稳健的开发能力 不过VR多人大逃杀的游戏显然挑战会更大 如果要同时登陆VR一体机 游戏的开发难度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基本有Publish One这样的诸遇在前 也难逃后续要改为免费游戏模式 毕竟大逃杀游戏一旦活跃用户少了 就会鬼扶得很明显 希望他们能够取得好成绩吧 Meta最近宣布正在与宝马合作 一起探索如何让AR和VR技术 在快速行驶的车辆内发挥作用 我们在画面里可以看到工作人员 带着Quest Pro进行透视模式下的远程会议 也有在新校市玩着首次追踪的小游戏 以及把虚拟的带棒视像便利贴固定在限时车窗上 不过要想将这个研究方向进行功课的前提是 解决如何让头显在车辆转向和反复加速度变化时 能有可靠稳定的跟踪效果 由于现有头显使用的是IMU惯性追踪和摄像头视觉方案 两者在使用场景实际上是相互冲突的 因为前者是测量头显用户相对于世界的加速度和转转速度 而摄像头观察的是头显用户相对于汽车内部的运动 因此Meta和宝马研发团队想到了 把宝马汽车的传感器数据 实时传输到Quest的头显的跟踪系统 然后再在头显里生成一个跟现实宝马车完全一致的数字轮身体 这样就能同时计算头显相对于汽车的位置 以及汽车相对于现实世界的位置 那么一来就可以稳定的将虚拟物体锚定在高速移动的现实汽车上 不过这个项目未来能否找到合适的点来落实到消费者场景上 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来看也就是一个期望整合汽车引入ARVR设备的美好愿景而已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MR音乐播放期的应用叫Recommission Engine 上礼拜Meta举办了临场开发平台的黑客生比赛 不过官方挑了两个作品我不是很喜欢 倒是这个虚拟黑胶唱片留声机的项目让我非常感兴趣 简单的说就是开发者把播放器做成了唱片机的模样 歌曲也被制作成了复古的黑胶唱片 你要听哪首歌就把唱片放在唱片机里播放 想要收藏歌曲的话就可以把唱片固定在现实房间的墙上 不喜欢的话就用力一甩把唱片砸碎 开发者非常有创意的把数字时代原本无形单调的放歌过程 还原成了上世纪人们制作毁音带刻度CD 或者唱片店放越黑胶的经典画面 保持着虚拟数字化特征的同时 又恢复了那种放歌的仪式感和物理化的操作流程 把现有的手机APP在MR商态上用可视化的方式来呈现 是未来应用开发的一个方向 以这个应用为例我们可以想象 唱片机的皮肤未来可以定制随意更换 你买哪个歌手的数字装机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皮肤 利用MR你可以把虚拟唱片机固定在房间的某个墙边 放歌的同时添加在墙壁上播放MV或者滚动歌词的功能 总的来看这款应用的拓展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期待后续能够看到正式版的上线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是要陪着VR成熟 LoadingVR载度圈 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